我们再来看偶像组合TFBOYS之前在西安举办了成立10周年的演唱会 粉丝疯狂举动以及倒票黄牛乱象引发各界关注 而本台记者调查之后也发现 疫情之后演唱会天价门票与黄牛产业链的变化有关 网络搜索TFBOYS演唱会 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呈现出来的不是欢乐气氛 而是各种场面混乱失控 有网传资料显示 首排票价被炒到200万一张的天价 有内地民众表示 可以理解粉丝最偶像的爱慕 但购买天价票并不理智 不管是演唱会也好 音乐剧也好 或者话剧歌剧 甚至电子竞技的那种比赛 它都是这样子 在相当常的时间有一种缺乏 一种缺位 但是人的需求就摆在这里 所以在一段时间的解禁之后 一定会有一个反扑的 新时代年轻人的消费能力也提升了 正好通过这几年 他们年龄越来越大了 消费提升了之后 他们也愿意去给娱乐买单了 高价的话 那我可能不太愿意 如果是正常的价格 我是愿意的 事实上除了TF Voice 早前周杰伦 五月天张慧妹的明星的演唱会门票 就遭遇爆炒 记者通过内地珍规平台 试图抢票李宗盛的演唱会 发现几秒后就显示售庆 而网上的黄牛却表示 保证能够买到票 但要价却高出票面价格数倍 价格的高低 要看它获得的渠道吧 如果它是正常的一个官方的渠道的话 我觉得价格是无所谓的 它是比较公平的 如果是非法的一个渠道 或者黄牛这样的话 我觉得不管高低 我觉得都不支持的 我觉得黄牛行为 有可能是官方操作 或者是一种抬高票价的手段 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吧 因为那本来那么快就没有了 或者换句话说 不一定是官方有意的 但是肯定黄牛也是 肯定有一些官方内部人联系的渠道吧 目前多数演唱会执行实名制购票 中国文理部也要求主办方 不低于70%的门票要公开销售 但当前票务数据监管并不透明 黄牛炒票的处罚力度 也远不入违法获利 市场呼吁要加强监管 保障消费者权益 凤凰卫视讲章一何超 上海报道